亲自出席台北市警察局长顾达交接典礼 台北市长角安与警政署长张荣兴 及新任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希和开心合影 角安表示警政工作是市政的重中之重 希望所有警局同仁客村职守 共同完成改善交通等四大目标 第一 今年是台北市的交通安全年 我们将加速完成新人安全计划 从五年缩绕为三年 我们将在一期间以通畅情的环境 确保不同行安全 提升大收拾安全 以及落实人本体验照顾设计四大指头 同各地解决问题 同时也需要警察同仁 依法严格执法 落实人设 一定要做出让市民勇敢的交通改善机枪 第二 强化科技限制 提升科技技能塔 料人 以及团队协助的战役 第三 贯彻警政扫黑的合作工作 以系统性扫黑的策略 扫犯示范队 针对重大企业 绝对要以最高的效率打击增磨 并且绝对压制黑道方台的消耗企业 同时 所有警察同仁 务必打击犯罪 绝不熟稳 严正式法 绝不熟稳 第四 持续深化以防与建屋进行合作 全面强化打击加密作为 提升打击加密的局域 角安也强调 治安与警惕是市政府最重视的指标 对任何的封击案件绝不护短 要求新任局长整治警惕 绝对不能让封击案件打击基层同仁士气 治安与警惕是市政府最重视的指标 对任何封击案件绝不护短 同时 也请新任局长整治 警惕 同样让两立区域变区 绝对不要让任何封击案件 影响基层同仁士气 今年台北市在多项警政治安国际评比屡创夹击 角万除了感谢全体警察同仁的用心付出 也期免大家继续坚守岗位 守护台北保护市民 将台北打造成让市民安心居住的安全之都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